朋友们,大家好,今天咱们来聊聊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,自律。 提到这个词,有没有感觉有点老生常谈? 可能有人会觉得,自律就是管好自己,不吃垃圾食品,不刷手机,不熬夜,但实际生活中,这样的要求让人觉得有点苦涩。 于是,我们常常陷入一种状态,嘴上说着要改变,身体却在摆烂。 知乎上有一句话,说得特别扎心,我们最大的错误,就是一边羡慕别人的生活,一边用摆烂的方式应付自己。 这句话有没有戳到你?人这一辈子,谁不想活得更好,但真正让人活得好的,恰恰是那些愿意去约束自己,管理自己的人生方式。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核心,自律。 其实,自律并不是最终的目的,而是追求更好生活的一种方法,是让自己一步步变得更好的庇佑之路。 有人说,自律让人难受,我说,不自律的人生会更难受,因为你会发现,所有的焦虑,不满,甚至失败,往往都来源于那些不自律的时刻。 所以,咱们不妨把自律看作一种习惯,把它变成像吃饭,睡觉一样自然的事,这样才能真正改变现状,收获更美好的未来。 今天,我们就来聊聊那些可以帮助我们全方位提升自律的习惯,它们不仅能让你的人生更加顺畅,更会让你活得更自由,更幸福。 先来说说我们最常忽略的一点,言语自律。 大家应该都听过,或从口出,并从口入,这句话吧。 语言的力量非常大,用得好是蜜糖,用得不好就是披霜。 咱们举个例子,孔子的弟子子贡是个非常聪明的人,但他有个毛病,喜欢在背后议论别人。 结果,师兄弟们对他是又不满又疏远,搞得他很哭闹,只好去请教孔子。 孔子一句话点醒了他,你常在背后说别人坏话,别人不开心了,能让你顺心吗? 其实,生活中很多麻烦都是因为嘴巴没管住,如果我们总是口无遮拦,说话不过脑子,表面上可能图意是痛快,但后果往往是关系恶化,矛盾升级。 古人早就告诉我们,君子慎言,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 所以,从今天开始,不妨试着在开口之前问问自己,这句话有必要吗?这句话会不会伤人? 真正做的言语自律,你会发现生活顺畅很多,人际关系也会改善不少。 接下来,我们要聊的第二点,是行动自律。 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经历? 明明手头有重要的任务,可是稍微一分心,就开始刷手机,看剧,甚至跑去干一些完全不相干的事。 其实,这就是拖延正在作祟。 拖延看似轻松,但背后是一种巨大的焦虑和压力。 有本书叫《终结拖延症》,里面提到一个典型的例子。 主人公Jane本来要写一份财务报告,但看到草坪上的草太高了,就决定先去修草坪。 修完草坪觉得累了,跟邻居聊天,吃午饭。 吃完饭又犯困,就回房间睡觉,直到天黑了,才发现报告一字未动。 这种拖延是不是很熟悉? 其实,我们和那些立即行动的人之间,往往只隔了一个开始。 平凡和卓越的区别,就在于是否能够立刻着手去做事。 古人说得好,凡事欲择利,不欲择废。 面对任务,不妨用五秒钟原则,数到五,立即开始行动。 只有这样,我们才能真正站上拖延,把事情做得高效而出色。 除了言语和行动,自律还体现在思考上。 现代人很容易陷入一个误区,就是喜欢到处寻求别人的建议。 这本来无可厚非,但问题是,别人的经验并不一定适合你。 知乎上有人说,拿别人的经验去过自己的人生,是最大的愚蠢。 这话听着扎心,但却很有道理。 比如,你的朋友可能告诉你,考公务员特别好,于是你也跟风去考。 但考了才发现,这种工作并不适合你的性格和追求。 古人云,学而不思则往,思而不学则待。 说的就是,我们既要学习别人的经验,也要结合自己的情况独立思考,才能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路。 说到人生的路,咱们不得不谈谈交友的自律。 你有没有发现,身边的朋友会对你产生非常大的影响? 吴军老师说过一句话,择友的本质是选择一种能量场,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,你就会被什么样的能量场包围。 如果你的朋友总是抱怨,消极,你也会被他们拖入负面情绪的深渊。 但如果你身边的朋友充满热情,积极向上,你也会受到激励。 孟母三千的故事,大家都知道吧? 择友如择林,选择那些能够推动你进步的人,才能让你的人生越走越远。 时间管理,也是自律中非常重要的一环。 很多人感慨时间不够用,但其实,是因为没有把时间用在最重要的事情上。 有人说,世界上什么都不公平,唯独时间最公平。 如果你把时间花在无意义的娱乐上,生活永远不会有改变。 但如果你把时间用在学习和提升自己上,未来会充满更多的可能性。 少庄不努力,老大图伤悲,这话不是空话。 我们可以从每天抽出三十分钟读书开始,慢慢培养主动学习的习惯,你会发现自己的视野和能力都在不知不觉中提升。 当然,除了这些外在的行为管理,我们还需要学会管理情绪。 作家胡弗兰德说,世上一切不利的影响中,最能使人功败垂成的,往往是过度的情绪。 一个情绪失控的人,很容易为意识冲动而做出错误的决定。 情绪自律并不是压抑情感,而是学会在情绪涌上来的时候保持冷静,用理智掌控局面。 比如,深呼吸,冷处理,都是很好的方法。 只有情绪自律了,我们才能真正掌控人生。 最后,所有的自律归根结底还是为了一个目标,更健康,更幸福的生活。 身体健康是最基础的自律。 咱们的身体就像一台机器,不运动就会生锈。 每天坚持锻炼,让自己动起来,这不仅能让你更健康,也会让你变得更加自信和积极。 听过一句话,自律是一个人最高贵的品质。 它不是被迫,而是一种主动选择,是对美好人生的向往。 当我们把自律变成习惯,就能一点点成就想要的自己。 希望今天的分享,能给你一点启发,让你在人生的旅途中走得更稳,更远。 感谢观看,我们下次再见。